欢迎收看今天的网易娱乐超级面对面 那在我们演播间今天请到的是 方继维 我们九位了 那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潘敬老师 对 来跟莫王打招呼啊吗 大家好 李姐好 大家好 我是潘敬 那其实这次我们又见面了嘛 上次是大家单曲 这次来的是全新的专辑 那前几天好像也是在北京开了发布会 是 是 就是出道那么久 第一次来北京开发布会 心情怎么样 我就觉得好开心哦 因为他这一次 其实公司的团队 我非常感谢他们 找了一个是 有百年的那个银杏术的地方 然后又有一个太极亭 那刚好我们这次要推广就是太极 对 那据说这次付出好像要归功于 孟廷伟小姐 对啊 呀呀 对 其实我在台湾在推广太极的时候 只是想说一个偶然机会下 那跟潘敬老师学太极之后呢 我想用流行歌曲 跟中国的那个哲学文化能够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养生的潮流 那在台湾推动的还不错 可是呢 亚亚以为我又重复就开始走进歌坛了 然后就一直跟我谈说 小孩我们跟我们合作 因为他在内地有很多的演唱会 那大家都在提方即为爱情的故事 那我就说真的吗 因为我已经淡出歌坛那么久了 那如果要再重新走回歌坛的话 我心里在想说那这样我的生活是不是就不再像之前过得这么的那个平顺啊淡定的 那他就说因为很多歌迷需要我们的声音 那他会因为我们的歌而想到他们过去年轻时候的那个穿梭到过去的时间空间 那我就说好啊那我们来试试合作 但是我最重要还是希望能把中国的文化推广出去我们的太极精神 那是怎么样的机缘是让方老师和潘静你们俩开始合作来学习太极的 是你主动找到他了 对是其实也是偶然的 因为其实是妈妈的身体不是太好 然后呢我就希望说能够带他去运动 那去运动的之后呢 我想说有几个比如瑜伽拉什么的 以老年人来讲他可能有晕眩的现象不适合 那我就想说那就跟潘静老师学太极好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背景 想说太极导印 那就进去慢慢学 可是妈妈学完之后整个心情很开心 他说小孩我下次可不可以再来练习 我就说好啊好啊 我就非常谢谢老师 然后我就下个礼拜我就奉茶 对 那潘老师来点赞一下你的学生吗 你觉得他学的怎么样 高徒 真高最高 糊里糊涂 对啊 我以为是最高的高徒 糟糕 糊里糊涂的是吗 小孩解不错是说 他以他的这个流行歌曲的歌手的身份 想去推这件事 他认为这样的推广效益特别好 所以我就觉得他是很有心 很有心在做这件事情 那可能就是说这次太极和音乐就促成了这张新专辑嘛 那是怎么具体的是融合到这张专辑里头呢 太极这种方式 对其实我们在拍MV过程当中 我就想说我就跟我的制作人 就是跟那个MV的导演谈过 因为潘老师呢 他是两届世界杯的冠军 然后我们又希望说他在MV里面可以拍出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姿态 因为他姿态真的是快慢相见 跟我们以前认识的那个太极 老人家的动作慢慢来是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到他在打那个姿态 你会觉得为之一亮 每个年轻人都会想来学太极 那我们就很好奇啊 一定要请潘老师给我们亮景 就是那个展示一下 可以在MV里面看 不过我倒是今天可以教一点养生的东西 一点点几招就好 对对对 像现在的因为现在节奏比较快 然后容易导致心情三分的淤积 所以我会建议说这个手可以向你戳一戳 暂时有点温热的时候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以放在你的胸口膛中 让它保持温热 心情也比较放松 比较容易入境睡眠 是针对这个养生的一块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长期使用电脑 因为头都往前 导致这脖子容易长骨刺 所以我建议说 里面有收入90养生工法 那其中有一次是乌龟探头 你就轻轻地往前 然后你的下额贴着你的喉咙 引领上来 把这脖子往上带上去 放松你的脖子 那个关节骨节 然后气的引领上去 然后反复轻荣地去做 其实你不单是只是针对 这个脖子这一块 它慢慢引导到整个脊椎到尾椎 最后一截 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调试 对 而且好像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的 不一定要说 一定要清晨 因为这样的人实在太盲目了 是是是 非常便捷 要养生的一种方法 那这次也是很新颖的一种方式 把一种文化放到音乐里面来传播 那你的歌迷在听到你这种音乐以后 也是跟着你一起学起来了 是吗 对啊 我们最小的歌迷差不多三岁了 他们都会唱情势太极 那其实这次呢 我们大家也注意到 你的名字好像稍稍稍修改了一下 对对对 是有专门去有什么说法吗 其实那时候我是想说 我有在拍武侠片 那武侠片呢 我又希望说那个为字 我觉得应该要干净利落 那以佛法的精神 或许过去塑星堂那个为叫为心为为 一切是以心为出发点 那后期的这个为呢 我就希望说像侠女就像一个护法一样 因为我们在经书后面不是有一个委托护法吗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委字就可以当我的 现在的名字的启发 那我又想推广太极 我就觉得这个字看起来就比较有那种 通天通地 对对 那其实上次去年我们也就是 你带着你的作品来到了我们网易嘛 也交流过 我们知道你在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淡出演一圈的这个时候 那你觉得这次出来了一年多以后 自己的状态觉得调整的怎么样 其实我一直都调整的还蛮好的 对 因为很多人都说那你重新复出 我说真的是不小心复出 那我只想说我给歌迷的一定要有一个元素 是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 所以即使是北京的发布会 台湾的发布会 我都觉得是一个礼物 送一份这么长久以来 我退居幕后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我想以养生为最主要的目的 那再跟中国的文学一起推广出去 对 那其实我也有看到一些报道说 你谈到你之前在演艺圈 可能也经历过一段非常疲劳啊 非常就是辛苦的一种状态 那现在是觉得 你觉得现在的演艺圈会当时 那个差别大吗 差别还蛮大的 因为早期的台湾 它只有三个那个电视台 然后我一天可以录十几个节目 包括电台 然后演唱会 我每天跑步玩 那因为当时才十八九岁 那却是这么快速浓缩的 将生命整个都像抽干一样 因为实在是太忙太忙了 那我一直想说哪一天我可以休息 我想回归到自然的生活 我想学习佛法也好 让我的心达到一个平衡 后来就开始运动 然后学习佛法 就是跟老师一样 一起学太极 那其实咱们其实谈到 这个音乐本身啊 专辑里的这几首歌曲 大概就是怎么样一个曲风 就是有一些比较很 比如中国话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吗 有有有 因为像词的话呢 我希望它有一点弦乐 像笛子啦 然后弦乐啦 唢呐啦 其实都是中国的音乐 那我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我们以前都会去打拳 比如说打那个 我们那叫什么拳 那个跆拳道 我从小学跆拳道 然后呢 打的这些东西 玩的一些游戏 全部都是国外进来的 那等到我接触太极之后 才知道说 中国的文化底蕴是这么的深刻的 我怎么没有去发想到 所以跟老师学的时候 他那些词我都把它放进来了 因为老师在教课说 快不得 慢不得 求之不得 那我心里想说 快不得 慢不得 求之不得 是什么意思 可是慢慢老师解释之后 我就觉得 对啊 人生就这么一回事 你强求也求不来 你硬是要去争取 你的年轻年少的时候 你到底在争取什么 你到底急什么 你在忙什么 那你是不是可以慢下脚步 来回归自己 所以老师说 太极就是恢复到自己的内心本质 对 所以当我回来自己的时候 我就知道 哦 原来我才有办法去思考 什么东西要怎么去安排 而不是瞎忙 嗯 那你就说 其实专辑里的歌曲 是你自己创作的吗 是 就是把自己的真言的心得 传到你 对 那这次专辑的制作人员 幕后制作人什么的 也是你自己 没有 我是找那个制作人帮我制作 包括我们的MV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演 因为以前我的MV 是陈宇军导演拍的 海欧飞亚飞 所以他拍得非常的干净 极简 两小时就拍好了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高艺术 高端艺术的一个人 那后来我想太极的元素 我也想找一个 这么好的导演来帮我拍 所以我们在沟通之后呢 他就说 我会给你无数的惊讶 我说真的假的 上次两小时拍好 是一个很好的惊讶 因为过去我们拍MV 都是两天三天再去剪接 可能你要打光啊 什么什么 很久很久 可是这次导演说 我给你拍四个小时 我说真的假的 我以为是 很快的就可以拍完的 四个小时 不是 是他给我的惊讶 是另外一种惊讶 他说我不要你化妆 我只要你 涂上一个隔离霜 那一个艺人来讲 如果你不化妆 是一件很害羞的事情 好像没穿衣服被看到 因为一直以来 在荧光幕上都是化妆 那第二个惊讶呢 就是 他只给我一条 被单裹着 他就说 太多的装饰 对太极来讲 都是多余的 那太极 融入你的生活 你这辈子的生命厚度够了 那他就形容我 就像一张宣纸 如果你涂上什么颜色 他就变化什么颜色 我希望你是白且透 所以当时他给我的惊讶 就是裸妆 在一个被单裹起来 对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张专辑的封面 也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是 那当时就有心里的 觉得会不会不好意思 或怎么样 我会非常担心 那导演就说 你要相信我 所以当光打下去的时候 我在水里面 叫我浸泡在水里 导演说 你看工作人员 都二十几岁 你看他都拿起手机来拍 那表示你的状况 是非常完整的 非常好的 那其实专辑里面 还特别有一首 闽南语的歌曲吗 对 那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首闽南语歌曲 特别的地方 是因为我的父亲 他离开了 那因为我准备好了 送他的时候 我都没有流眼泪 因为我的父亲 是一个开心的人 然后他不怕 人家担心他 所以我当时就想说 爸爸 我要用最开心的心 来送你走 而不是流着眼泪 我担心你会 离不开我们 所以我就用最 庄严肃目的方式 去送走父亲 可是后来 有这首歌的时候 我想说 爸爸是福建人吗 那我就想说 我唱一首闽南语歌 就是代表 我跟你之间的联系 就像说 天上的心云落了 怎么叫就叫不醒 可是呢 我却用闽南语的歌 直接说 爸爸你就坐在我旁边 我要帮你歌功颂的 我要唱一首歌送给你 所以进入医师的心情是这样 那就是其实里面 融进了很厚的这个心情嘛 录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情绪流泪啊 之类的 是 我当时都没有任何的流泪 因为我担心我一流泪 爸爸会不舍 你知道吗 所以我都完全没有流泪 倒是有一次 好像曾经经过 跟爸爸散步的那个路上 我突然间闻到爸爸的味道 我说 怎么我闻到我父亲的味道 等那时候我就崩溃了 对 那其实专辑里面 我看其实还有 不止这一首吗 还有一首叫 《伴娘也是闽南语》的歌曲 是 那你是对 你自己平时也会讲闽南话 闽南语吗 在家里面 在家里啊 就是偶尔讲闽南语 可是是拍戏的时候呢 有一出戏是全部要讲闽南语的 那时候我才觉得说 闽南语的 是唐草当时的官方语 所以呢 他们的那个闽南音哦 有它每个音不同的那个感觉 对 那时候要慢慢学 学的会比较地道一点 那后来我想说 有个叫伴娘 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 大家都说 小孩你怎么还不结婚 我说没有好姻缘啊 我又不是那个一见钟情形的 可是我却 送了很多对新人结婚 而且我当了 差不多21次的伴娘 我因为好朋友都结婚了 对 那其实有 让新专辑 可能也是说 你第一次和太极合作嘛 那对你未来的音乐的一个 计划当中 下一张专辑也是会继续的来 扁成要宣传太极的这样的概念吗 对对 我一直希望说老师 现在是90的养生功法 接下来能够一个一个 慢慢去介绍 城市太极 这个武术的一个打法 因为我们前面 我们会送大家的MV嘛 那MV里面就已经可以看到 老师在打太极 那导演很棒 他把情感 然后用玫瑰花瓣呈现 所以老师在打的时候 我们就丢花瓣 用电风扇吹 然后让老师在打的时候 就好像那武侠片 会有一阵风吹过来 然后他整个发劲之后 整个玫瑰花瓣就飘上去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导演拿起机器 就跟老师好像在对打 好像两个在对打 那老师可能也 就是出镜感觉怎么样 会有很紧张 拍摄的时候 那时候我觉得说导演的用心是 他不想让那个看的人 他觉得是有距离的 所以他把那个镜头 脚架拿下来 是好像说是 他取代用观众的眼睛 来代替那个距离 然后融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是感觉真的是 两个在舞台阶 两个人就是 机会跟着你的动作 在运动这样子 对 那我刚刚给你看一遍 就是你的发布会 这次那个 我们都知道《甄嬛传》那个锦西姑姑 锦西姑姑 也有来帮你站台 对对 那这是你是当时也是很迷 这个电视剧是吗 对因为在台湾那时候 在拍 就是在播出《甄嬛传》的时候 我就注意在看 难得有古装 这么讲究 服装啦 灯光啦 造型啊 还有每个演员的讲话的词 都是非常精准到位的 那当时我就看就看的就迷上了 所以不管到哪里 只要开始播《甄嬛》 我就赶快看 那我是上个月 刚好雅雅在上海有发布会 她的那个《太阳出来了》的发布会 那我去站台 那时候我跟工作人员讲说 我很喜欢锦西耶 因为《甄嬛》里面那个锦西啊 就是户足有功啊 帮助那个《甄嬛》啊 就是能够当一路 顺遂当到那个皇太后 那我就说锦西这个角色不容易 因为一朵花旁边还要有一些绿叶的陪衬 那她的绿叶陪衬得真的很好 然后一看就是非常温和的人 我只是这样提到而已 没想到我的发布会 他们就请到她到现场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那你们就发布会上是第一次见面 会有尴尬 对 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抱在一起了 我太喜欢她了 她就说 希望我也能够演那个角色 那我看报章说 当时《甄嬛传》是在台湾 引起了很大一股热潮 是是 然后温太医嘛 就是嫁人当嫁温太医 也是一个深情款款的男子 对 那我们刚刚也聊到说 你这次出道可能也是和 孟丁伟小姐 就是也是很大一个 幕后一个推手嘛 那你们现在又是同公司 那可能大家也很期待 未来会不会有合作的机会 比如合唱啊之类的 我当然也是希望啊 因为我们算是 有很有缘分 可是就是觉得相见恨晚 如果提早一点 有这个缘分 赶快凑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会迸出更多的火花 因为她的学佛的一个精神 还有我们对演艺圈的一个概念 而且我们又是当时同期的女艺人 对 当时就很早 很小的时候都认识了 对 就是学校演唱会的时候 我们在跑演唱会 然后我们都会见面 哎你好 那我最熟悉她就是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那其实这两年 关于音乐的节目也很多嘛 不知道那个方老师 有没有关注 这方演的节目 有 因为在台湾的那个新闻场会播 我是歌手 你自己有关注 就比如假如说 有人来邀約你 参加这种竞赛力的唱歌节目 你会考虑吗 我比较不会考虑 压力很大 对 因为已经唱歌唱了半辈子了 对 那我就觉得说 能够坐在台下去欣赏 每个艺人 为了音乐 不管你是素人 比赛者 参赛者 或是你曾经是歌手 你为了音乐 这么的坚持下去 而且在舞台上再次呈现 对于观众来讲 是很大的福分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那种精神 然后每个人为了音乐 对 那我很喜欢欣赏 那其实作为歌名来讲 最开心的就是偶像 有新的作品 也有曝光的机会 那大家可能也很关心 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表演的 就是演出的这样一些计划吗 有有有 像明天就要回台湾 台湾有一连串的演出 然后呢 到北京这边 五月份应该还会再过来 然后还有一连串的演出 那我们就非常希望到时候 那个歌名都可以去现场捧场 那也希望方老师 那个带着最新的作品 再来我们的网络做客 好吗 那也感谢文汉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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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